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区议会候选人何军瑶 11月6号在香港屯门遇刺受伤 警方指有关案件已由商人改列企图谋杀 涉爱男子被控一项企图谋杀罪 案件11月8日上午在坟领裁判法院提堂 控方申请案件押后至2020年2月3日再讯 期间被告不准保释还押后审 被告为30岁男子董伯辉报称无业 控方指出被告于2019年11月6日 在香港新界屯门湖翠路138号起封花园 与168号至236号海翠花园之间行人路 企图谋杀何军瑶 控方指被告当时手持娇花 走向正进行区议会竞选活动的何军瑶 并以一把长约33厘米刀锋长约20厘米的刀刺向何军瑶 被告称行凶理由为何军瑶欺负香港人 令他感到愤怒 控方申请押后带警方进一步调查 包括进行指纹及基因见证 检查在被告家中搜获的电脑 平板电脑及手机 并索取何军瑶的伤势报告等 今届区议会选举 何军瑶初选屯门乐翠区 同区参选的人还有民主党的卢俊宇 及报称无党派的蒋经文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提供